各位学员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来讨论 这一个 我们的Bridge模式 然后来谈他的这个变与不变 所以在手机领域里头呢 除了Android平台之外 还有Winmomo 还有Win8 这个 还有iOS 等等的其他的平台 当我们仔细观察 这个应用程序 会在多个平台上面绘图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变与不变的部分咯 就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 这个有Android Winmobile 有iOS等等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 可以把它抽象出来 得出一个 Superclass 叫做 这一个 Playform 然后发现 他们的这一个函数 至少名称是相同的 OK 那这就是 我们 我们在这个Rectangle 那发现 这个Android Winmobile 它是可以 独立出来的 所以就 有一个委托 它委托 把这边的 不同平台的 把它委托给 这个两个 那两个呢 再抽象出来 变这个 OK 那这就是我们 在 State State Strategy 在State 这两个模式 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这样的结构 OK 那这种结构呢 是很容易 写成代码的 很容易写成代码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定义一个 Superclass 叫Playform 然后呢 有一个 Subclass 叫Android Ettain的Playform 然后 去implement 这样的一个 这里所定义的 抽象函数 然后一个Winmobile 那么它也是 定义一个 去实现 这个抽象函数 然后 Rectangle呢 它就可以呢 把它 这一个 Playform的部分 独立出去 先做分 再来才做合 就是把它set Playform 就是把它合起来 合起来之后 就可以 扣它了 就可以扣它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 Rectangle 然后呢 我们去 New 譬如说这边有一个 这个 Main 就是 然后呢 我们去 New一个Rectangle 就是Client 然后New一个Rectangle 然后呢 New一个 这一个Playform 然后呢 再透过这个函数 把这两个串起来 它就可以扣它了 所以这等于呢 这是引擎 就是轮胎 然后 New引擎 New轮胎 然后把它轮胎装配 这个叫做装配的动作 之后呢 引擎就可以扣轮胎 的各种行为了 OK 好那我们现在 看一个Client Client就是J-Man J-Man的动作 想你知道 New一个引擎 叫Rectangle 然后呢 New一个轮胎 New这一边的 那么它就把这个画图的部分 就会 Rectangle 就会尾头给它 尾头给它 OK 就是我们创建一个Rectangle 那么 New一个Playform New一个Playform 然后呢 把它 Set进去 所以它就可以 扣到它了 就尾头给它 去做画图的动作 所以已经抽象出Playform 这种的 机内了 那我们就开始呢 可以进行呢 这个左边这边的 改变 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改变呢 原来 原来是Rectangle 把它尾头给 这个 原来是Rectangle 尾头给Playform 来 把变不变 把这边的变化的 把它抽离出来 独立出来 本来这边是 要针对两个平台的 一个Android平台 要写一段的 复杂的代码 要针对 Wimombo平台 要写一个 复杂 一段复杂的代码 所以呢 他就把它 尾头出来 把这个 代码写在这里 把代码写在这里 OK 这叫做Delegation 那么同样 Triangle 也会来 做一样的 Delegation 他们两个都会 Delegate的给他 OK 就是我们本来是谈一个 现在变成很多个都会 Delegate的给他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 看看他们两个 然后抽象出来 变不变 结果发现 这边还可以抽出一个 抽象的 抽象的鸡类 因此呢 就把这一个 零显的符号 因为它相同嘛 它相同 左耳也相同 因此呢 就把左耳 跟这一颗 把它抽象上去 因此就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变成了 这边 是依照图形来做 分 分类 那这边是依照平台来做分类 所以两边是独立的 这边的改变 那么 这边会维持不变 这边的改变 这么维持不变 因此呢 创造的 这一个不变性 也就是相对性 也就是 对称性 OK 所以 里头呢 秉藏的 有深层之美 OK 叫做对称性 好那我们 现在来看 这个代码怎么写 其实也蛮简单的 首先 定义两个抽象的类 一个是 右边的 一个左边的 这是 shape是左边的 这个是左边的基类 然后一个是右边的基类 这是 Platform Platform OK 然后这边 是依照 这一个图形来做分 分类 类 所以这边有 这个 Rectangle 然后有 这一个Triangle 这Rectangle Triangle 两个呢 都是 他的子类 所以这边是依照 这一个图形形状 来做这个 分类 那这边呢 是依照 这一个 Platform 来做分类的 来做分类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Triangle 那Triangle的话就实现 这个Shape的 在Shape这边 定义了 一个 抽象的函数 所以呢 这里就要实现 这个抽象的函数 那这边 Triangle 也要实现 抽象的函数 OK 然后呢 在Android这边 他要 implement 这个Platform 锁定的 抽象来数 和MOMO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因此呢 在Zman里头呢 做的是什么 首先 New一个Triangle New一个Triangle 之后呢 再New一个平台 然后把它 Set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原来的分 现在是在做和 这边是在做和的动作 那之前 是在做分的动作 把它分出来 把这个变不变 分离出来 其中Shape的 类别体系呢 是属于应用面的分类 而Platform呢 是依照Strauman的两个分类 所以两边呢 是 各自不同的分类 然后呢 以这一个 两个桥墩 一个是Shape 一个是Platform 当成这个 桥墩 建立出一个桥梁 所以才叫做Bridge 才叫做Bridge OK 好 那我们 再来看Lang of 4 的这个Bridge的模式 在应用领域里头的 抽象类 像这个Shape呢 可构成一个 类别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头呢 就把这个Strauman 把它独立出来 委托给另外一个 类别体系 叫做Platform 因此呢 Bridge模式 就提供机制 伴连两个 体系之间的 沟通桥梁 所以它称为叫Bridge的模式 那Bridge模式呢 就是这样子 把这个Implement 本来 就是有一个 这一个 像 Rectangle 或是 Triangle 那么 它就会 把Implement 委托给它 也就是 本来在这里 比如说 这个Rectangle 那么它本来就是有两个 Implement 所以它这里要写两个代码 这每个代码可能都蛮复杂的 都蛮复杂的 那么它就把它 把这个部分 独立出来 把这部分呢 抓出来 把这份抓出来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变成独立的类 独立的类 然后这样就可以做委托的动作 委托的动作 然后呢 随着这边 这边也会做分类 就怎么做分类 因此呢 它两个就构成一个Bridge 构成一个Bridge OK 那么刚才说过 这Attration 这个类的体系呢 是属于 应用层面的观点来做 进行分类的 而Implement 是另一种分类法 这一边呢 的分类 是不一样的 分类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分类是 可能是依据 比如说这边是依据这个 图形来做分类 这边是依照Implement来做分类 所以这一个 Implement的内背体系 是基于Implement的层面 来观 来观察的 就像一个汉 一个汉堡的餐厅里头呢 有柜台跟厨房 两个不同的观点 柜台的人员是以客人的观点 来分出各种餐点 比如说一号餐 二号餐 OK 在厨房里头呢 是以厨师的观点 来分为 各种的 烹饪方法 比如说 用炸的 用泡的 因为没有一个单纯的 分类方法 满足 这两个观点 比如说 你把这个要 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 你就会 没有一个 方法 可以满足 满足呢 这两个观点 因此呢 bridge就派上用场了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 这边有两个图形 这个 Rectangle 跟Triangle 那两个 所以Rectangle也要有两个 imprint的平台 那Triangle也要两个 因此呢 就会 重复了 会重复很多工作 因此呢 而且何况他们是会变化的 何况呢 把它独立出来 把它独立出来 就变成 bridge的 一个 模式 就变成bridge的模式 好那我们 现在就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就 进入 这一个 范例 就看看 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呢 这个bridge呢 做的哪些事情 表现的亮丽不亮丽 OK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到哪里 到哪里 好